牙医对女助理性骚扰是意图Engine Edge分享 男投一名牙医师被控在叫女助理操作仪器时 从后方环抱女助理还对她耳朵吹气 女助理觉得被骚扰不舒服隔天离职并控告牙医师性骚扰 双方事后和解牙医师否认性骚扰 男投县政府人一性别工作平等法才罚牙医师10万元 她提行证诉讼被法官驳回还可上诉 判决指出女助理前年受护这名男牙医师到诊所工作 前年11月有天牙医师教女助理使用仪器时 从方后环抱并在女助理诱饵出气 女助理感到害怕不舒服为马上反应隔天离职 牙医师事后已滥向女助理道歉承诺不会再碰触她 女助理人坚实离职并向南投警方申诉 南投县政府性别工作平等会开会一决认为牙医师违反性别工作平等法第十三条第二项 规定成立处罚还10万元并公布她牙医诊所名称负责人姓名及要求立即改善 牙医师不服提起诉愿劳动部驳回牙医师再提起行政诉讼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人驳回 牙医师否认性骚扰女助理她提诉讼说她并非未禁雇主主动调查义务 但女助理以LINE通讯软体表示她被性骚扰而离职后 未经任何交接手续便开始矿职不服正常离职程序 她非未禁雇主主动调查义务 因为对方必不见面又不回讯息才是原告无法调查之主因 法官审理后认为牙医师未在窒息女助理被性骚扰后 采取立即有效之纠正及补读措施违反性别工作平衡法 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行政机关柴法